我们都知道中文的每个字都是有意思的 不同的汉字组合在一起 就可以结合创造出不同意思的词汇 为了要让大家更明白每个词汇的组成 我们不会只教那一颗生词的意思 相反的,我们会先取出那一颗生词的某个汉字 让大家先理解那一个汉字的意思 接着再用其他汉字搭配组合成其他词汇 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复杂呢? 我们来看看例子 比如说第四课,我们会学到菜单这个生词 生词教学的时候不是只翻译菜单这个词汇 会先拆解出里面的汉字菜 现在来仔细分析菜这个字 菜这个字的意思是蔬菜 当它和国这个字结合在一起 国家的菜是什么意思呢? 你们猜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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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结合在一起,是不是就是菜单了呢? 因为中文就是这么有逻辑的语言, 所以我们学了一个字以后, 不只可以学到那一刻的生词, 还可以顺便学其他跟它有关系的词汇。 是不是很有趣,也很有效率呢? 前面说到了,我们的生词介绍会先由汉字开始, 组成词汇,最后再延伸到句子。 我们会由一男一女的母语者来读这些汉字、词汇和句子, 这样你们就可以听到两种口音, 帮助你们熟悉中文的发音。 你们要记得一边听,一边附送哦! 例句都是对话情景, 并且以动画呈现出场景。 看动画的时候并没有拼音辅助, 你们可能会听不懂详细的发音。 没关系,请多看,多听几次。 跟着附送,尽量模仿发音, 试着说出一样的句子。 看完动画以后,我们会再说一次。 请大家跟着读一遍。 这时候你就可以检查, 你前面听到的发音是不是正确的。 并且可以跟着拼音说出正确的发音, 特别是声调哦! 别忘了模仿、附送正确的声调。 准备好跟着我们一起, 把这些实用的声词和对话记下来了吗? 快一起加入我们的声词教学, 一起学习吧!